歡迎收看核同科技 第一則科技新聞 Gmail數個月前推出的防止網路釣魚功能即將在iOS版上加入 在你想進入不受信任的網站前會先進行警告 若是按了繼續將重申一次多一層保護 但如果你依舊想要進入那個網站也沒人阻止得了你 所以進入任何網站前請確保安全性 否則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Facebook最近在美國推出自家的影音平台Watch 向影片串流網站YouTube挑戰 希望它快點向全世界推送這個服務 你們會比較喜歡繼續看YouTube 還是想嘗試看看這個新的FacebookWatch呢? Instagram新功能 雙人直播就算分隔兩地 你還是可以邀請你的一位朋友跟你一起直播 這個功能還是測試階段 如果你發現你有這個功能的話 趕快試試看然後在底下分享這個功能吧 YouTube新增傳訊功能 只要按下分享按鈕 YouTube將會列出一列最近使用的聯絡人的圓圈圖示 讓你可以單選或快速多選來開啟多人聊天室 將影片分享於聊天視窗中 並跟大家一起觀看 不過你要注意一下 它不只是用YouTube帳號來傳送 也有可能透過簡訊來發送 所以在發送訊息前請先注意 你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傳送這則訊息 最後 新推出的MIUI9 透過長按快速搜索 個性化內容 快速查找照片 快速瀏覽檔案 一鍵快速打開高頻使用功能 我的收藏功能 快速查看喜歡的內容 閃電系統 應用其中快速 遊戲上網快速 各種系統優化加速的黑科技 我們言之 MIUI9就喜歡 所有紅米小米手機都能更新 有小米手機的你們會更新嗎 以上是本週的科技新鮮室 我是何同 我們下次見 掰